这部电影堪称华语影坛上最好看的悬疑片 也被无数网友评价为披着罪案外衣的文艺片 其中害人听闻的分尸案 继分压抑的拍摄手法 更是将整部影片推向了新的高潮 时间回到1999年 一场震惊全国的碎尸案让警方压力倍增 负责调查这起案子的支队长张自立 和他的助手小王为了侦破此案也是不眠不休 在案发现场 小王通过死者的义务确定了受害人的身份 死者名叫梁志军 他还有一个在干洗店打工的妻子吴志珍 吴志珍得知了丈夫的死讯后 顿时气不成声 几度哽咽 让张自立根本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只好无奈调准了侦查方向 梁志军生前是个美厂过望员 老实本分 也没有理由和别人产生冲突矛盾 储物箱里堆叠整齐的衣物 也间接证明了他生前 也是一个十分爱干净的人 一时之间 案件侦查陷入了瓶颈 经过一番侦查 张自立出故锁定了两名嫌疑人 可就在他们实施抓捕的过程中 却不幸发生了意外 张自立的故事 两名刑警因公殉职 张自立也不幸负伤 更倒霉的是 这两个人和命案没有任何关联 这下不光抓错人了 还牺牲了两名战友 张自立知道 他的这身警服算是穿到头了 小王也不忍心看着张自立自暴自弃 提议两个人一起去洗个澡 好好去一去身上的晦气 当他们路过吴志珍的洗衣垫时 竟然发现吴志珍把他丈夫的骨灰 埋在了树下 也许是为了方便祭奠 两个人谁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时间一转 五年时间匆匆飞逝 事业家庭遭受打击的张自立 现在格外潦倒 最久的他贪坐在路边 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摩托车被人骑走 却无可奈何 寒风凛冽 他只能一路走回厂里 还遭到了同事的奚落 我说张自立啊 自从你到咱们厂保卫科 你是天天喝酒犯迷惑 是不是你一张掉来的警察需要照顾 你看你这头发 他妈让狗舔了吧 张自立也是彻底摆烂 接着酒进 直接当着工友的面 和一名女工友在地上打起滚来 没人会相信眼前这个酒鬼 是五年前风光无亮的刑警队长 有人落魄就有人得知 当年的助手小王也摇身一变成了王队 这天他接到报警电话 一名顾客在面条里吃出了人眼珠子 他的直觉告诉他 这起作案手法和五年前的抛尸案极为相似 难道五年前的凶手重出江湖再次翻案吗 转天 闲来无事的张自立在街上四处闲逛 竟然发现了正在蹲点的王队 几番寒暄后 张自立得知他们在重新调查五年前的碎尸案 最近的两名受害者也和吴志珍有关 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事 两名受害者死的时候都穿着冰刀 让张自立也不尽有些好奇 但他也想借此机会重新回到刑警队 他开始主动创造机会接近吴志珍 通过洗衣店的老板 张自立得知 吴志珍曾经洗坏过一件皮革 对方向他索要将近三万元的赔偿 可不知怎么 这事就没了结果 张自立正想进一步询问的时候 意外撇切了吴志珍写给自己的字条 警告他不要再跟踪 可不信邪的张自立却认为吴志珍十分可疑 就在这天 他继续跟踪吴志珍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自己只是个螳螂 而且他似乎已经被黄雀盯上了 这是我见过最命硬的女人 只要想接见她的异性都会下场凄惨 而店老板正是下一个目标 因为他竟然想要猥亵吴志珍 幸运的是 一直跟踪吴志珍的张自立 及时出现救下了他 看着他受伤的双手 张自立贴心地给他买了药水和纱布 就在这时 一个混混走了进来 看也不看就刁难起了吴志珍 结果再次被张自立轰走 他这英雄救美的举动 直接让吴志珍对他放松了警惕 一直等到了下班 张自立亲自护送吴志珍回家 吴志珍也欣然同意了 则日不如撞日 两个人一起来到滑冰场 相比较吴志珍的娴熟 张自立声色的多 连到身影一千一后如胶似漆 划冰结束后 张自立又带着吴志珍 去看了午夜场电影 全然没有察觉到 死神正带着冰刀 慢慢地向他靠近 而此时的王队 却没有张自立的闲情意志 因为他发现了一辆 偷偷尾随张自立的冷链车 就在神秘男子 想要进入电影院的时候 就被王队直接逮捕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神秘男子突然手持冰刀 向他袭来 短短一瞬间 王队便当场隐恨西北 王队走了 张自立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他也确定了 自己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他在车上看见了 一个神秘的车牌号 于是他决心要做点什么 他乘坐了这个牌号的工作车 希望在上面寻找的一些线索 在他眼里 优挤的车厢里都是嫌疑人 而此时 他的目光落在了一副冰刀上 老天爷给他留下的 一点职业敏感 告诉他 眼前的人有重大嫌疑 紧接着 他和冰刀男在同一站下车 在同一个饭馆吃饭 他再次确定 眼前的冰刀男 就是杀害王队的凶手 于是张自立急忙 穿入附近的低厅 利用对地形的熟悉 反向跟踪了冰刀男 他发现 冰刀男在制兵厂工作 此时的他正把分装好的尸块 扔向过往的运煤货车 这骇人的过程 被张自立尽收眼底 或许是冷 或许是害怕 或许是多年饮酒的后遗症 他不断地站立着 一直等着冰刀男完成抛尸后 像美式人一样 去滑冰场滑冰 此刻 张自立心中有了猜想 他来到冰场的办公处 让管理人员用广播 叫出了冰刀男的名字 广播响起的瞬间 一个人形色慌张地 逃离了现场 鱼上钩了 这是一件由皮草引发的血案 多年前的死者再次复活 化身冰刀杀手 落过刑警该如何 刊破谜局 眼见凶手近在眼前 可由于冰面太滑 张自立多次滑倒 眼睁睁地看着凶手 潇洒离开 但他没有气馁 反而把自己调查的结果 告诉了新来的刘队 原来 警方也早就盯上了吴志珍 只是面对警方的询问 吴志珍闭口不谈 直到张自立的出现 让吴志珍终于松了口 原来 当年梁志军第一次抢劫 却失手杀人 惊慌之下 想到了一花借木的办法 当年的科技并不发达 今检测也尚未普及 时事噪音汹涌在这里并不恰当 但梁志军能够逍遥法外多年 和时代的变迁也不无关系 自那之后 梁志军如同影子一样 一直暗中跟着吴志珍 接近他的男人 都会被他杀死 张自立信以为真 转头将所有的信息告诉了刘队 警方让吴志珍将梁志军约出来 而梁志军在嗅到附近的危险后 当即选择了反抗 几声枪响过后 梁志军被当场击毙 吴志珍也被吓得不轻 张自立急忙上前安慰 本以为此事已经告一段落 可刘队再次找到吴志珍 让他配合调查 还让他拿出当年的骨灰 然而 吴志珍却说 自己已经把骨灰扔到了河里 但张自立知道 骨灰就埋在自己脚边的树下 直觉告诉他 这个案子有纰漏 他来到干洗店 用1000元的价格 买走了当年被吴志珍洗坏的皮革 也顺利找到了施主的妻子 从他口中得知 五年前丈夫被一个漂亮的女孩叫走 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张自立听完 心中已经有了分晓 他和吴志珍相约在摩天轮上 并指了指白日焰火娱乐城 两个人在摩天轮上一番言语 第二天 吴志珍问向张自立 还要不要见面 张自立直接把见面地点 约在了老地方 没想到 吴志珍刚出门 就被警方给抓获了 报警的人 正是张自立 看着腿上的皮草 吴志珍明白了一切 于是自己坦白了当年的罪行 张自立自认为亏心 灰溜溜地离开现场 答案就此高破 张自立本以为能借此机会回到警队 可刘队却知识未提 但他明白自己是被利用了 就像他利用吴志珍一样 往日风光不在 他还是那个失败者 吴志珍只认了犯罪现场 在离开的时候 城市上空突然绽放起烟火 望着烟花 吴志珍心满意足地笑了 没人知道他在笑什么 只知道从此刻开始 他的脸上再也不会有这么灿烂的笑容 好了我是AJ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记得点赞关注双连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双连